NBA现在进攻强的球星真不少 一方面是球员进攻确实提升了 还有就是跟联盟规则有关 现在联盟大环境确实有利于进攻 就是大家都在追求得分 很多人在防守端投入就少了很多 你让他场均30分不难 但是想要用防守影响胜负 那几乎不可能 这样攻强手弱的球星 NBA现役不少 这五位就是代表 库里进攻肯定是不少 肯定强历史三分王 场均5G三分不是问题 还有两次得分王 在空位里得分能破两万分 历史上做到的屈指可数 但是库里防守是真一般 身高一米八八略矮 蹲位也不够 对抗也差点 因此他经常被对手给针对 防守弱 也是库里生涯一大短板 未来只会更差 特雷扬现在是场均25加顶级得分手 他的三分神准 突破也犀利 在老鹰是绝对进攻点 除了三分 他造犯规能力也强 生涯场均都有7.7次罚球 这笔数据比科比生涯7.4次都高 进攻端威胁大 但是防守端就一言难尽 一米85加上160斤的体重 你就知道防守是什么水平 基本是体款机存在 他防守起步来 老鹰难以突出东部 唐四的三分在所有中锋里 那真的是独一档 他的三分已经属于是大神级别 在这个强调空间的时代 唐四很抢手 看数据也亮眼 常年都是20加10的数据 但我们都被他数据欺骗了 唐四就是数据刷子 球风软 防守差 基本就是协防 单防效果很一般 在他独自带队期间 球队竞技后赛都是奢望 联盟四大软 唐四就是其中一个 绿拉德都拿了70加了 没人敢说他进攻不好 进攻手段丰富 爆炸力足 关键球强 差一个顶级内线配合 开拓者就能冲出西部 绿拉德一直都是顶级分位 进攻端也是联盟最强一档 影响他上线就是防守问题 他的防守不是态度 真是局限于身材以及动态天赋 基本他拿高分 对位者也会暴走 他的打法属于杀敌1000 自损800 最后就是东契奇 东契奇是年少有为 在同龄人里绝对是第一档存在 基本攻扎实 球伤高 进攻范围没死角 现在已经是场均30加数据 只可惜防守实在是差劲 防守欲望低 横移慢 体力也是问题 防守起不来 东契奇最多算巨星 达不到超具水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